好,这董明珠大姐在这两天上海举办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演讲 他说格力发明了一种新的空调技术,零碳源 可以使电费降低80% 而且如果普及的话,能够让全球温度下降0.5度 他说这个技术是基于光伏发电技术将发电储能用电急于一升 光伏发电直接驱动空调 那就不需要那个城市电网 那直接用太阳能就可以发电 他说如果普通空调需要100万 这就是刚才说的节省80%的电费 他说该技术已经在全球智能技术创新获得金奖 那说明这个技术已经成熟了 但是他并没有揭露更多的技术细节 而且说这个技术一旦普及的话 不但空调的电费下降80% 而且还可以用多余的电费提供家庭用电 比如说照明或者说做饭别的东西 哇那那这要是普及了那简直是诺贝尔奖了吧 零探源空调技术 那这对全球变能控制那就贡献太大了 这大家反正前两年不是说投资500个亿砸下去要研究芯片吗 不过他空调这个传感器方面 需要用的这个芯片跟手机那好像不太一样 对吧 他这是空调成为一个发电站 哇具体怎么造 他2018年的时候 格力就在珠海那边成立了一个零边界集成电路 研究出28纳米的那个MCU芯片 那是属于32位的 但是现在都已经7纳米以下了 所以他那个当然空调的芯片要简单很多 比起手机来 所以说他这个格力空调倒是每年也可以有千万 他每年卖空调卖千万几千万台空调 那么这个普及以后 反正 那也是贡献很大吧 不过华为也造芯片 但是现在好像这个芯片整个产业 我听那个文瑞说 这需要是就像那个光刻机 石刻机 那都是最尖端的工艺 荷兰那个ASDLM公司 还有日本东芝这边的公司 我们上海那个中芯国际前两天不是一个技术员 首席技术总裁辞职了吗 然后走的技术员也挺多的 也是不晓得损失 中国应该研究芯片技术最发达就是那里了吧 2000年到2003年曾经那个汉兴造假 就是上海交大 回来一个海归的博士 最后骗了科技部那么多钱 哎呀 整个评审委员会也烂透了 让他骗的 一层骗一层 那应该是建国以来最大的学术腐败 就那个叫汉兴芯片 当时就是他宣称研究出了最先进的芯片 从国家骗了好多钱 最后把权一卷 现在到美国去了 叫什么新城好像一个福建 他也是上海交大出来的 哎呀 也不知道董明珠这是真的假的 如果这两天 他是在人工智能大会上宣布的吗 如果这个科技普及了 那他对这个全球的气候 或者说这个 就是说 新能源贡献 那简直太大了 这比这芯片贡献度大 哎呀 反正这大姐老是这个 语不惊人死不休 以前他造的那个 也想造手机嘛 隔离造的手机 结果上面是 一开机是他的照片 把人吓一跳 你想想手机一开 这么出来这么一个大姐 哎呀妈呀 你也不是什么美女 长那样 长得挺那个男性化的一个女的 出来一开机出来 你又把人吓一跳 不过隔离的空调 说实话还是挺好用的 好 感谢观看